字幕君 詞 ه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由其煮藝頻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沙啤金菇肥牛粉絲煲 配料方面有蝦米、洋蔥、辣椒、蒜頭、紅蔥頭 我們先先浸粉絲 這次我們會用熱水浸泡粉絲 好處是浸泡完撈起來就不用再煮 如果用冷水浸泡完要再煮 挑鬆之後放在旁邊備用就可以了 這次我們用比較便宜的肥牛去製作這個菜式 當然可以用比較貴的肥牛去製作 如果用便宜的肥牛去製作 怎樣令肥牛比較嫩滑和不柴呢 我稍後分享一個方法給大家 我們用一點生粉大概兩茶匙 加一點水 然後拌勻肥牛去 然後再加一湯匙油 再拌勻去 就算是便宜的肥牛 這樣處理過之後 搓出來也是很嫩滑的 我們現在處理其他材料 金菇我們不要節省 不過尾部要切多一點 大約兩寸 這部分我們就不要了 因為它有很多泥在底部 然後我們沖洗一下去晾乾水 放在旁邊備用 好 然後我們把所有配料切碎 蝦米我們把蝦米洗去才切 把它切碎少少就可以了 其他材料都切碎它 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放在一邊備用 醬料方面我們有花生醬 大概是一湯匙 還有蝦糕 如果沒有蝦糕的話 可以用蝦醬去代替 大概一湯匙 另外這個沙茶黃 是我比較推介的 它的沙茶味比較濃 我們大概都是用一湯匙 一湯匙就夠了 好 我們放在旁邊備用 粉絲已經浸好了 我們可以撈起它 然後放下鍋子 我們先看看 我們就可以開始處理肥牛了 我們煮少量水 加入一茶匙鹽 一湯匙油 水滾之後 我們放肥牛下去 煮15秒 然後撈起它 放在旁邊備用 洗乾淨的鑊之後 我們開火 加入一湯匙油 將我們剛才切到的配料炒香 配料炒香之後 我們將醬料加進去 再炒香 首先有沙茶醬 蝦糕 還有一湯匙的花生醬 然後我們把它炒香 炒香之後 加入一湯匙的紹興酒 一大碗水 我們可以盡量調味 一茶匙糖 三分一茶匙鹽 一茶匙胡椒粉 半湯匙生抽 三分一湯匙魚露 三分二湯匙蠔油 粉絲本身是很長的 所以我們要剪碎一點 方便盡食 然後我們將煮好的沙茶醬 放在粉絲上浸 這是一個竅門 如果可以埋芡 然後才倒進粉絲上 粉絲就會一坨 剛剛浸著粉絲就可以了 然後放在旁邊備用 現在我們可以加入金菇 煮它大概一分鐘就可以了 然後加入肥牛 然後加入少許生粉水埋芡 我們煮的芡不會煮得太稠 因為粉絲會比較吸收水 如果你煮的芡煮得太稠 出來的效果就會變成餅 好 現在我們可以攪拌 然後倒進粉絲上面 然後我們煮回滾 就可以食用了 今天的沙爹金菇肥牛粉絲煮就完成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希望你可以訂閱和按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更新 多謝大家